就像我们镜头转到亚洲这一个国际都会 湘江实际岁末了 同时一般人认为外国气氛浓厚 毕竟曾经被英国统治那么久的香港 耶旦气氛过去在亚洲是数一数二 但今天到岁末的湘江看 其实是空前的暗淡 最主要是香港的金融外籍人才纷纷离开 香港曾经因为广纳全球的中阶到高阶白领 社会开放 因此站稳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是这两年香港的严格检疫措施 像是中国或者是澳门入境香港的隔离要14天 包括我们台湾或者是其他地方非香港人士 入境香港的话扎扎实实隔离要三周 那么这么长的隔离时间 让外籍的人员纷纷出走 因为很难再当两地的空中飞人 包括香港自身的国泰航空也爆发了机师离职潮 因为这些国泰航空的机师说 他们整整两年不是在空中飞 就是在地面隔离 也就是说他们脚踏陆地的时间永远在隔离 这种无休无止的永久隔离 让他们没办法再过下去这种日子 当航空界跟金融圈的外籍人才纷纷走失 那么香港的光芒确实在衔接世界上面会逐渐暗淡 高盛和摩根大通都发出警续 要求香港政府放松管制 否则未来香港的人才流失将会加快加速 不可想象 香港曾经是亚洲最开放的城市 也是全球中高阶金融人才趋之若鹜的地方 如今却因为长期实施超严格的隔离检疫措施 一切全变了样 被迫与家人分隔两地不得相见 让长期留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士纷纷求去 例如香港唯一一间获得米其林一新评价的印度餐厅 店内首席市酒师已经计划挥别香港返回印度 阿罗拉坦言 疫情前自己每半年就回家探亲一次 而过去两年 因为香港严格检疫规定 自己不但无法参加妻旧和堂兄的婚礼 更错过两次儿子的生意 为了跟随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 港府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就不断升级检疫限制 目前仅针对从大陆与澳门入境者采取相对宽松的检疫措施 不论是否具有香港居民身份 都只要隔离7到14天 至于从台湾甚至海外入境的非香港居民 全都得先关三周 过程中不但得入住价格高昂的防疫旅馆 更得接受最高13次的强制检测 至于高风险地区的非香港居民更是禁止入境 不仅对外籍人士的检疫规定特别严 港府对机组员同样管制严格 香港国泰航空机组员就抱怨 几乎进入了永久隔离的状态 因为人不是在天上飞 就是在地面隔离 缺乏人性的检疫规定 让国泰航空最近几周爆发机师离职潮 已经有几十名机师请辞 或者转往其他航空公司 尽管负面声浪不断 港府人坚持对海外人士的严格入境管制 仅容许极少数 例如隐心妮可基曼 这一类有高知名度或者深厚背景的外籍人士 能够豁免检疫 为了推进中港间人员流动的便利 港府将在本周五开放香港健康码的注册申请 透过香港健康码对香港居民的疫情风险 做出绿色黄色与红色的分类 让持有绿色健康码的香港居民 无需检疫就可以入境中国大陆 香港健康码对于积极响应中港当局 合力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开发政策 对于改善民生的实际效益并不大 尽管如此港府人坚持推动与中国大陆的边境开放 根据最新统计 香港今年一到十月的外籍入境者 已经比二零二零年疫情爆发后 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 高盛宇摩根大通此前也大声疾呼 希望港府调整外籍人士的防疫措施 避免在港员工的流失 进而让香港失去国际金融枢纽的光环 但是香港特首却是这样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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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继续当国际枢纽的香港 还是面向中国大陆的香港 对港府官员来说 选择早已定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